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这个缴费这件事跟咱们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买保险到底怎么来缴费比较划算 那其实目前市面上这个长期的保险产品一般缴费方式也就这两种 一种就是盹缴 所谓盹缴就是一次性把这个保费全部缴清 那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分期缴费 通常你可以选择缴10年或者20年或者30年有的可能会更久 那么这两种方式各自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 那上面我们说了这个盹缴呢就是要把这个保费一次性都缴完 那这种方式最大的缴点就是需要一次性准备的大额的资金 对你的这个现金楼的情况要求比较高 那比如说咱们以这个50万保额的终身重疾险为例 如果说你是个30岁的男性选择一次性的交完这个保费的话 可能一次需要交十几万 这个对于很多的普通家来说还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 但是如果你选择分期交的话呢 比如说分20年缴费 那么每年只要交12000多就可以了 那这个数字呢相信很多的家庭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不过呢这个分期交呢咱们刚才也说了啊 它所交的保费的总额确实比一次性短缴要多不少 那咱们还是以这个保额50万的这个终身重疾险为例啊 如果你选择一次性短缴的话啊 只需要缴纳14万多这样的保费 而如果要分20年缴20年加起来一共要缴的保费呢 大概是24万啊 可以看到这个总额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虽然说啊这个分期交费的这个总额啊比较多 但是啊如果咱们买这种长期险的时候啊 阿里还是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分期缴费的方式比较划算